玉里政公所举办原住民保留地权利回复领状仪式 玉里政长江东成表示 过去在行政院原住民组委员会与原住民立委的努力下 终于将5年等待其取消 族人申请原保地的流程经审核通过后 可以直接给予土地所有权状 这是颁发原保地所有权设定地上权 以及工作权证明等共138笔土地权状 给97位的阿美族人 玉里政公所举办原住民保留地权利回复领状仪式 玉里政长江东成表示 过去在原住民组委员会与原住民立委的努力下 终于将5年等待其取消 族人申请原保地的流程经审核通过后 可直接给予土地所有权状 这是颁发原保地所有权 设定地上权以及工作权证明等共138笔土地权 给97位阿美族人 然后在中央当然法令的一个松档 这个是非常源头上的一个处理 在送到我们县政府去 包括召集了相关的图审委员 相关的局处长 再送到县议委 整个的一个审查 真的途中期间途中 真的还有很多很多的疑难杂证 每位族人依需上台领状 脸上笑容 也都很开心的分享取得土地权状后的心情跟感动 公所也说明由于原住民保留地议题复杂多样 仍将持续协助办理土地权力回复 加速行政流程 以缩短族人在申请骑程时的等待时间 并且协助民众解决各项问题 记者高双双域正采访报道